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香油园生活 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开始 那天我一睁眼 就发现我爸 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又都掏了出来 别说他对我不放心 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 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不过我也没想太多 一回生二回熟嘛 来会一趟223里要站三天 中间歇两个晚上 第一天要走80里山路 翻过天车岭到望风空 九半楼住下 第二天一早起身 要赶到寒浦澳 再过瑶掌山、葛同岭 然后到大悦岭住下 只有是80里 第三天起早一口气下山 还是80里 儿子高考落榜后 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 接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香药员工作 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 翻山越岭 风雨无阻 漫长而又枯燥 母亲最懂其中艰辛 现在不愁吃穿了 当农民也行 去城里当个工人也好 干嘛非要接班 儿子说 香药员是国家干部 和禁城打工可不一样 家里一定得有个国家干部 儿子上班第一天 父亲签订领万主妇之后 仍不放心 假之 常年陪伴的老狗不听话 死活不肯走 赖着父亲 黏着父亲 没办法 父亲只好亲自带一趟 也和一路上的乡亲打声招呼 算重视退下来 路上小心 别喝脏水 妈 你回去吧 妈妈的 叫得亲 家里这条老狗叫老二 父亲给取了名字 父亲常年一个人跑山路 有他在身边不比人差 于是 也就这么老二老二的叫习惯了 别看老二不会说话 可他鬼着呢 这些年和父亲跑了多少趟游落 两人整天在一起 谁也离不开谁 父亲非要跟着走一趟 儿子想拦也拦不住 可是有父亲跟着 儿子觉得挺别扭 挺不习惯的 再说了 遇到工作上的事 谁听谁的 儿子是瞎担心了 这不出门就碰上一男士 弄得自己像个无头苍蝇 越往上走 油包越重 背着他走三天 真是狗瘦的 儿子好几次都想放下来喘口气 可总不能一上来 将父亲看清自己 再说 父亲这年纪都背得动 自己这年轻体壮的 绝不能服软 父亲终于说休息了 儿子放下油包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父亲其实还没到退休年纪 但腿头老不好 这么长的山路 确实吃不消 他从心里说 父亲不想退休 他不想承认自己老了 但一看眼前这么大个儿子 不想承认也得承认 两个人走路总该聊点什么 可儿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父亲不常回家 儿子小时候从不挨揍 别人都特羡慕 其实他们哪知道 儿子心里特怕父亲 跟他特生分 那时候父亲一个月回家一次 每到回来那天 儿子就在外面玩得很晚才回家 那种感觉挺奇怪的 也不是不想就是怕 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走到上午 天气渐渐热起来 林子里密不透风 闷得慌 儿子又低头走了好一阵 回头发现父亲没跟上 也没看见老二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儿子放下邮包飞奔回去 原来父亲小姐去了 邮包呢 邮包虽然没丢 父亲还是发了脾气 儿子从未见他这么急过 直到现在 儿子心里还是挺怕的 至于怕什么 儿子自己也说不清 父亲常说 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 几天不见他可不行 儿子以为自己的到来 会在村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就像电影里那样 大家围上来 结果盼望已久的信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一进村才发现 老大一个村委会 连个人影都没有 就好像 来也行 不来也行 反正挺失落的 来了 又上山了 秘书 想盖房被撂去了 我洗个脸去 我儿子 以后这条游路啊 就由他来跑了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秘书 那你呢 要当局长了吧 我呀 以后要愿意来 自然还可以来嘛 外面来我们这儿的老师医生 储蓄员 公安 个个能当劳模 当干部 就你呀 光是走啊走啊 这么多年了 这番话说的儿子心里更加失落 这么些年 一趟一趟的 风里来雨里去 不知道咬牙吃了多少苦 就说这腿吧 硬是给汤笼水冻的 这条路啊 就我一个人跑 我又不能整天 跑到领导面前去叫苦 一个月前 支局长陪我跑了一趟 他掉了眼泪 说他该死 怎么当了两年的支局长 就没想到这条路这么苦 他说 他要给我继工 没想到啊 他一面让你去培训 一面让我退休 那乡里村里的 也不给你写封表扬信 写事写过 我没让发 哪里有自己 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 再说 谁又表扬他们了 儿子开始有些明白 自己怕父亲 到底是怕什么了 老一辈的人 不聪明 但有力量 离开的时候 村委会被村民围起来 真像帝王里看的那样 父亲说 这是迎接新人 山里交通不便 见生人的新鲜 出村的时候 父亲一直没回头 乡亲们给送到村口后 还守在那里看爷俩走远 儿子知道 他们是来送父亲的 在这山里 走好几里地也见不到一个人 就是神仙也闷死我 不闷 神仙能腾云驾雾 山里人干嘛要住在山里 因为 他们是神仙的后人 母亲是山里人 和父亲 就是在一条偏远的游路上认识的 那天下着大暴雨 母亲给生产队放牛 把脚扭了 困在了山上 正好父亲路过 乡亲们看到队上唯一的公牛平安回来 都高兴地围了上去 而父亲呢 不看牛 看母亲 后来 父亲就领着母亲走出了大山 到韩普奥的时候 父亲特地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 葛荣家的信 要单独拿出来 单取 单送 他家和村秘书家打过架 秘书不给他转信 他丈夫在外面当木匠 懂信懂得心交呢 这第二就是王武行家 他大儿子在部队 要是有了汇票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他家的戏载不中路 会偷偷瞒着取钱 其实 父亲要交代的不止是两件 还有村头的五婆 五婆看不见 收信继续全告父亲 不过好在 老人家耳朵还好 听东西不费劲 我自己有信 然后去托经 Marilyn,你和阿姨 我一人都很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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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想想想想 一万千 Paragot 你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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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 这里一切都好 特区的形势发展很快 我的工作也很繁忙 一时还抽不出时间来回去看您 您 您在生活上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告诉送信的香油员 他会找人帮您解决 谢谢您 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真是不容易 特区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 朕应该借您出来看看 让您安度晚年 儿子这才明白 为什么这封信 父亲一定要自己来 这信纸是空白的 没字 姑婆 我们走了啊 回信啊 我替你写好 就让你儿子写也行啊 听他念信就像孙子说话一样 母婆 我会常来看您的 我姓多 你常来啊 母婆 我们走了啊 老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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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婆的儿媳妇难产死了 孙子是老太太熬蛇宫未大的 结果 成了方圆几百里 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父亲还记得那会儿送通知出来 孙子跪在地上哭着说 这回我可真要走了 那孩子走了后就没再回来 连他爹去世都没回来 每年春节一张贺卡 一张汇款单 并不写信 老太太哭儿子想孙子 就熟面也看不见了 结果总天就坐在那等信 懂孙子回来 你这么做是等于包庇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呢 他是大学生 又当了国家干部 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他 大学生怎么了 大学生就不能说了 不去管他了 你得记着啊 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去看看母婆 随便给他念识几句 你交代的 我当然可以去做 可要不是我跑这条游路呢 换了别人 谁会像你这样 这事是该他孙子做的 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 拉着五婆的手 儿子忽然想起了母亲 出门在外的人 总有很多原因 顾不上想家 倒是家里的人 更牵挂他们 儿子小时候很爱看母亲笑 可只有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笑得最开心 母亲总说 父亲在外偷苦 从不怪他 就像五婆对他孙子一样 宝儿 来 来 挂 大叔 嗯 哦 这是我儿子 新上任的香油园 今年二十四岁 诶 是不是他管老师叫爸 挨了妈妈的打 那还有错 我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才这么高 他姐姐这么高 大叔 今天赶巧 洞族晚上有喜事 能喝点大酒 姑娘说 这喜酒就是因为你们来 才订到今天的 赶了一天的路 父亲累了 只是喝酒 没体力再上去跳一段 儿子不一样 见了姑娘 一身乏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蹦又跳 看着儿子和那姑娘的欢乐气氛 父亲恍如隔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距离洞族并不算太远 儿子从前却是没来过的 只从书本上看到 在儿子的想象中 洞族热情好客 但文化应该是落后的 尤其是科技方面 实际来了才算知道 洞族姑娘热情似火 并且生活并不乏味 连这个小小的收音机 动了听出立体声来 儿子自诩堵过几年数 这一刻甘拜下风 我每次进山啊 只要看见他 这想起来就别 我那心里边说 不定哪天 要是我儿子看见你啊 一定会迈不动步的 纸上得来争绝浅 觉着此事要功行 一个平凡的项目员 学问大着呢 不过 时代终归在进步 人也一样 在父亲那个年代 最好的品质是 勤奋踏实 是老黄牛 可到了儿子这一代 勤奋总是没错 但因为埋头苦干 行不通了 这段山路完全没人家 在儿子看来 没必要走 可以打扁车的 实在不行 买票坐车也可以 父亲不同意 那车没准头 不踏实 儿子读挡说 某某规律嘛 别等有一天 飞机落到山顶了 咱们还这么走啊走的 谁还有那送信 下到山腰 绕席而过 可以少走巴里路 水少的时候是这样 水多的时候就不行了 要上去 翻山而过 说完 父亲又叮嘱 有包要顶在头上 这样安全 还能保持平衡 儿子到底年轻 再说也是江边长大的 这点小时难不倒他 村里的老人说 背得动爹 儿子就长成了 小时候觉得我爸特高档 还担心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背得动他 结果小学没毕业 个子就比爸高了 你还没一只油包中呢 看老二跑得多坏 一跑他就暖和了 过了溪水 老二带来干木柴 那意思是要烤火给人烤 他自己不烤 他一烤就冒烟 怪滑稽的 我刚才 一从地里回家 里头滑下来 扎了一下 我回来 怎么没听你妈说起过 是我不让妈说的 没什么好处 生你的那会儿 我跑外线 三个月才回家一趟 生你的当天 你妈写了封信给我 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 写给我的信就这么一封 这么多年了 你妈就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 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把吃饭的钱都给大伙买酒喝了 儿子小时候一说父亲不喜欢自己 母亲就说是胡说 因为过节的时候 父亲常不在家 可是只要能赶回来 父亲总买很多爆竹 现在回想起来 当父亲的也真是不容易 因为路被冲垮 到摇掌山要爬坡 抖得叫人干颤的坡 不过好在老二棒棒叫了几声 上面就抛下一根粗声 儿子这才知道 父亲滚下山一次 就是从这 从那以后 转娃就准时躲在这儿见 这是他一夜吩咐的 已经算是他工作了 转娃上完初二就不上了 上学要翻三个山头 跌码心疼 不上就不上了吧 转娃也觉得自己的知识 已经够丰富了 不过他准备考个寒寿大学 一来不用翻山头了 二来不用读高中 直接上大学了 父亲滚下山是半年前的事 那天在下交领帮人写合同 出来晚了 又挂着大风 滚下山后 在坡下睡到天黑 搞得全村男女老少 打着火把出来找 说来还怪不好意思的 正聊着 转娃冲这儿喊 他成绩过了 要读新闻戏 下回你们再来 我采访你们 爸 你听见了吗 下次还采访咱们呢 他管你叫哥 管我叫爷爷 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 再说 我也没下策 很长一段路 父子俩没有再说话 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直到听到远处漂亮的山歌 父亲忽然问 是不是喜欢那个洞族姑娘 儿子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也许不会娶一个山里姑娘 父亲追问 为什么 嫌她们土 见识少 儿子说 不不不 他见识才不少 他往半导体上扣一小块 声音一下就好听了 他说这叫立体声 那为什么 嫌她们穷 父亲又问 儿子说 怕她们也像我妈 离开这里 一辈子想家 都不容易 儿子都懂 都明白 这些年 儿子替父亲留在家里 没出去当兵 打工什么的 为此 没少在心里怪他 其实 父亲的心里 不是没有家 没有母亲 往后父亲不来了 心里照样会 装着大山 装着一条有路 人的心 其实比腿还累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背不上路也好走 我一个人上去就行 你不见啊 我都整理好了 哎 哎 父亲老了吗 父亲老了 他的身手显得笨拙 不过 父亲又没老 至少对这些邮件 对这份干了一辈子的工作 他的心 永久吃热 到傍晚的时候 父子俩落脚大悦领 今夜好好睡一觉 明天这个时候 就到家了 他们祖祖被围住在山里 出了山 没有别的 谁说没有 想头 也叫李想 越苦越有想头 回家后你第一件事 就是到老庚叔公那儿坐坐 他最够咱家 凭着缺动少息的 都从他的拿 拿了还不要还 这个人是不错 是得去感谢一下 感谢倒不必 他是个耗面子的人 平俗说你家子大 回来不去看他 哪能的 这抽不抽时间吗 我也是这么反反复复地 向他解释 还有 村长是个带大家支付的 厉害人物 就是爱贪公家个小便宜 你看不惯的 就闭着眼 听不惯的 就当耳边疯 莫要惹翻了父母官 这个人啊 我看就不正路 韩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摸得摸不得的 反正你不要去摸 那怎么行啊 我是国家干部 农药化肥种子 都要从他手过 耽误一天就受不了 公事公办 人不求人啊 一般大 反正我跟你说了 遇到麻烦你不要来找我 短短三天时间 父子俩之间多年的隔阂 冰雪消融 儿子了解到父亲的工作 了解到父亲的前半生 父亲也明白 自己不在家的这些年 对家庭亏钱太多 如儿子刚才说的那样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复杂过来的 什么人不能得罪 什么人该感谢 比大人都明白 儿子回来那晚倒头就睡 一觉到天亮 连个声都没翻 醒来后 背上油包 跨上水壶 再次离开了家 溢如年轻时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